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潘宥謙攀獅試演講 請大家用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今天會比較累 今天一整天會到晚上比較晚 所以今天會比較累 我們現在來上課 與解讀 這個是我參加民政府之後 發覺自己對於台灣 這塊土地的歷史 對於自己的身份的追尋 的一種過程發覺 原來我們已經中毒中泰森了 中毒中太久了 那70年的毒 70年的毒 導致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 對這片土地的歷史的了解 對現在 這個政治當局 他的一個 怎麼來他的歷史脈絡 我們完全不清楚 我們聽從的都是他 直接灌輸給我們的那些歷史教育裡面 是錯誤的 而且是扭曲的 是為了他們的政治利益 而做的這些 虛假的歷史的教育 最近那個課綱為條有沒有 那個東西就是把 228白色恐怖拿掉 然後改成一些他們自己 他們本位主義的一些歷史資訊 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要 提醒自己我們 不斷的在做一個自我認識 以及對我們這塊土地的一種 關懷的一種態度 這解讀就是幫助我們 從最根本的思想開始解開 第一步要解的就是思想的讀 那 在解讀之前 我先 簡單介紹一些 台灣就是我們現在 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基本論述 日暑跟美戰 有 有沒有聽那個閩南語非常 無法理解 然後需要翻譯的有沒有 OK 這也是一個問題 過去的教育裡面是 母語是被斬斷的 母語教育是被斬斷的 我們現在先不要說 賀了話 或是客氣 或是說 我們這個語言它是怎麼來的 我們先說 母語這件事情 母語這件事情就是父母化 白母的就是 爸爸媽媽說什麼話 孩子應該就是自然會說什麼話 這是很自然的 一種 這種關係 可是因為教育的關係被斬斷了 那 有人會說啊 日本也殖民我們啊 他也實施國語化運動啊 大家都要講日文啊 對不對 可是我問大家 這就是我現在在講的東西 其實開始已經解讀 開始要去解讀它了 就是說 日本時代的國語化 黃明化運動之後 你的阿公阿嬤 你的爸爸媽媽 還會不會講母語 會吧 可是我們這一代 那種推行 支那文 這種的國語化運動之後 我們的新一代是不會 不會講母語的 對不對 而且母語的能力是 從南到北地減 越接近這個China 台北 Chinese 台北 越接近的人 是越不會講母語的 那越南部的就比較會講 母語包包 包含就是 所謂的 河樂圍啦 客戶啦 那種原住民他們那些母語 這是包含在裡面的 好 我們來講日俗 那因為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你不太會 聽不太懂 那我就盡量 用現在這種 所謂的 北京話 北京話來講 這樣子 日俗 我們現在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法理身份的一個根源 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過去的時代 就是 明治大政昭和平成 這都是 年號 我們過去的年號 我們是使用這一套 那你如果要用 西元的概念來記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時間點 你仔細看喔 這個很有趣喔 這個年號呢 它是有連貫性的 1868年的1月26 一直到1912年的7月30 隔一天 就大政開始 所以它不會是1月1號開始喔 它那個年號喔 是因為 一個 繼任關係啦 那個天皇 與天皇之間的那個 繼任關係 所以它是這樣子連續下去的 那這個時間點大概 抓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個概念 來我們看一下條約型態 我們今天在講國際法 就是講條約啦 今天 在講這個國際法理 就是在講這些 國際 與國際之間 因為戰爭 需要 一些規則 需要一些制定 日內瓦 和平公約 需要因為 暫時的時候 對待戰犯等等 那什麼方法 那個都是人家國際 與國語之間 早就已經列出來了 只是台灣人沒有受到這份教育 甚至 被 被 被那個抹去這些 過去的一些 經歷 導致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這些東西 國際 國與國之間的消息 我們大概都封鎖到 我們不曉得 最近南海 發生了 很嚴重的那些 就是 有點軍事緊張的新聞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啦 很多人都不知道啦 因為媒體不會跟你講這些嘛 我們台灣的媒體是封鎖的 非常嚴重的啦 還好現在有網路 何仔現在有網路 我們看得到 條約型態 你注意看 過去的那種 國家法人 都是國王 過去的時代 國王啦 天皇啦 皇后啦 都是這種型態 皇帝這種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 親二條約 親國跟二國 大清帝國 大清國 大皇帝 大俄國 然後他就授權 就全權大臣 去 簽這個條約 所以條約的型態是什麼 國家法人 什麼是國家法人 我 用比較少的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 就是一個 法律上的人格啊 我們一般叫做自然人啊 我們自然出來的 自然人的人格 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自然人的人格 我要辦事就用自然人的人格去辦事 財團 他要有一個法人的人格啊 國家法人 法人的代表就是這個皇帝 還是這個天皇 我們說這個 君主制憲 君主立憲的國家 那個 皇帝 天皇 國皇 女王 都是這個法人的代表 這個叫做君主制的國家 那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叫做共和制的國家 像美國 他們的推選出來 有一個總統 那就是代表 代表性 這樣 這是過去 現在也有 現在也有 當然 俄國已經解體了 俄國解體 蘇聯解體 所以這種東西 沒有這種 所謂的俄皇 沙皇 沒有這種東西 現在 一些改制 你看 大清大英 有沒有 大君主 下官條約 就是跟我們的身份 有關係 下官條約 在這個時間點 這兩國的法人 因為戰後 必須要 為了什麼目的 為了 讓兩國跟其成民 重修平和 共享幸福 杜絕 將來分 分雲之端 就是說 法條 那個 那個條約 立下去之後 以後就不會開 因為有 有憑有據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那你注意看 他有寫說 大清帝國 大皇帝 光緒 沒有 因為光緒如果死去 這圖怎麼沒有交易 對不對 法人簽約 就是說 我簽約 那個概念有點像 結婚 我跟我太太結婚 就兩個 彼此有 婚約的約束力 這個 約束力怎麼時候消失 離婚的時候消失 或者是一方 過世的時候消失 這法人 他這樣定位就不會有過世的問題 因為 法人 這個皇帝永遠都是 只要這個皇帝制還在 他就一直在 這個法人的位置就會一直在 所以 這個 大清帝國的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只要你這個帝國 你這個國家 的君主制都還在 這個東西都還在 就有效 不會因為時間太久沒效 不會因為時間太久沒效 我跟我太太結婚十年 然後因為太久 所以沒效嗎 不會啦 那個法律條件都是 一直是存在的 那下官條約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以前我們都叫馬官條約嘛 他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日本的那些 內地嘛 那 在這個地方 北九州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地方叫下官市 為什麼又叫馬官又叫下官 我去查了一下 才知道 原來 他的古稱是這樣子 他的古稱 他叫做訓讀的方式 也叫做赤馬官 簡稱 馬官 這樣子 這個時間點 日本開始治理台灣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台灣不是日本的領土 他是殖民地的狀態 是民地 在這個時候開始 是民地 那你注意看我們在哪裡 明治跟大政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馬官條約 下官條約就在 明治維新的這個時間 開始的 簽約之後 那所以我們 接觸到 大日本帝國的文明 明治維新是整個大日本帝國文明提升 翻轉變成世界強國的 一個重要時期 這45年 做了很多的改革 做了很多 現代化的 這個 的那個政策 所以這個時候的人 國力變大超強 全亞洲 在那個時間點 全亞洲 可以做戰鬥機的亞洲人 就是日本人 那 萊特是外國人 他們就做飛機 亞洲 可以這裡 回飛機的就是 日本人 不會動了 好 釣魚台是誰的 大家回答一下 釣魚台是誰的 上帝的 日本天皇的 有沒有其他答案 釣魚台是誰的 上帝的 因為全宇宙都是上帝創造的 釣魚台是誰的時候 其實這個 我們對一件事情的理解 要有一些 從屬關係跟 他的脈絡 我們去理解他 中華民國八年 1920年 1920年 大政期間 大政期間 1920年 在這個中間 這個時候 中華民國 他們有人遭到船難 然後 我們的 大日本帝國 沖繩縣的 這個 尖閣獵島 就是釣魚台 有人把他救起來 他們救起來 他們發了一個 寒 感謝狀 感謝我們 這邊救災 蓄林 當仁不讓 所以以此 感謝狀表示 什麼意思 他來感謝我們救他 這個就是 不是他的 對不對 這就不是屬於他的領土 他用他自己 這個國民 然後 漂泊至日本帝國 沖繩縣 所以他感謝我們救他 就是 這個土地就不是他的 所以從這個時間點 一直到現在 也沒有任何的條約 也沒有發生戰爭 然後簽約 然後把這個割讓給中國 沒有 天皇 所有的土地財產 都是天皇的 君主制的國家是這樣 所有權都是天皇的 這個概念 有些 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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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簡單 一個例子 就好了 你買車要納稅金嗎 買家要納稅金嗎 你有索優館嗎 有 你有索優館嗎 有 你有索優館 為什麼你要索優金 其實 其實 我們現在在說的 所有館 和這個像我們說天皇 他的所有 所有館 所有館 那概念是都不一樣的 你如果要再納稅金 表示 這不是你所有的 不是你所有的 你覺得為了你的手 納稅金 不用嗎 你穿開 為什麼納稅金 不用 你所有的 天皇所有 天皇 天皇 納稅金 納稅金 就是有一個效忠對象 你有一個國家體制 你有一個國家法 你有效忠對象 所以你要納稅金 全世界只有皇帝 國王 魯豪不用納稅金 這叫做效忠對象 我們今天在說的 效忠效忠的概念 是這個 你政經 有一個什麼人政經 有一個效忠對象 傭兵是人家拿錢 買來做兵 所以他的效忠對象 他的雇主 他的效忠對象 所有天皇 所有的土地財產都是天皇的 雖然土地財產都是天皇的 但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把天皇的土地切割開來 然後授權給日本國民 這個是比較深層 要去探討的 這個我們今天不會講 然後呢 又不會動了 來 這個是綠色的部分 是過去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或者是殖民地 深綠色的部分就是領土 淺綠色的部分就是殖民地 很有趣喔 這個圖是網路上抓到 台灣到底是深綠還是淺綠 很像深綠 可是又很像淺綠 你注意看台灣跟朝鮮很像 顏色 再來就是淺綠 深綠 這中間的 然後再淺綠 這個是不是沒電了 遙控器 有嗎 幫我調下一頁 還是電腦當機 卡住了喔 以前喔 那個 我們大日本帝國南進政策啊 就是以我們 本島台灣 作為根據地 然後往南打 不然你如果一台飛機 齁 零四戰鬥機從本土這邊 一直飛飛飛飛到這邊齁 就栽下去了 變成神風特工隊 因為沒有油啊 你就要栽下去了 那你如果在台灣這裡齁 還有台灣補給 它可以飛去 爬爬又回來 所以 整個 我們說大東亞共農圈 國民黨把我們教的 大東亞共農圈 是他 那個侵略 侵略的野心 那是錯誤的 大東亞共農圈的概念是 整個亞洲我們黃種人 要驅趕白人 離開我們的勢力範圍 我們成為